大家好,今天是8月8日,星期二 每星期二都有嚴正聲明 因為騙徒仍然很活躍 我個人來說,我自己並沒有Telegram、WhatsApp、Facebook等等 如果你有這些事情遇到的話 如果有感覺受騙的話,請你打電話 防騙122線,18222 這需要經常留意的 不要辛辛苦苦賺賣給別人一泡國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北水的情況 北水現在都是日出日入,日出日入 不過有一點要留意 開始進來的減少了 這需要留意的 再看看板牌方面 電訊服務是可以的 黃金是可以的 金屬能控制也不可以的 其他有很多東西都不可以的 連石油也不可以的 汽車也不可以的 地產也不可以的 然後銀行也不可以的 所以今天市場是相當弱的 一升的板塊 都不是很大小的板塊 好了 一看 大家知道 一 融庫基金是被沽的 所以一定是有北水流走的 不用想的了 明天你就會見到的了 另外再跟著就是中國企業等等 這些又是被沽的 所以又是有 這個是留走的了 汽車全部很多都是有的 這個是要低下來的 匯豐稍微好一點點 只不過企業大約是0.6%升幅 再其次就是中國海洋石油升少許 中金會升 這是券商公司的 另外再其次這些 很多都是像順達山脈、李寧這些內銷股 順達山脈這些醫療股 這些都是會網易 這些都是會覺得是有回落的 在這裏來看 我們看看 旗子 旗子真的十分之不好了 昨天一直在說 要留心 要站在保利加通道中軸上 勢才好 現在看到 似乎 它真的守不得到 守不得到的時候 將會怎樣呢 又要留意 這裏是平均線 這個上升軌 這個上升軌就是這裏 這裏要留意 一星期盡量不要跌破這裏 如果跌破的話 真正正可能要視乎 保利加通道的下方 下方這裏 就去到大約是185 這裏可能是早一點 可能在這些地方 有到支持 希望 這裏就去到189 這個位置 上面的阻力位 肯定就是這裏 五毛髮 基本上已經在這裏說 如果升不到上去 繼續做一個調整下來 這裏也是之前說過的 是一 股市 基本上可能在這裏倒 是一個區間橫行 那就是這樣升 這樣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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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還希望在這裏有支持 這樣上升上去 現在可能是有點困難 這裏是困難的期間裏面 我們看看 有什麼股票可以買呢 這樣 那 今天一隻就是中國弘僑 這幾天都有資金流入去買它 做的 我們看一看 他那個 是 谢谢观看